高雄市长韩国瑜现在回归市政后 积极做出成绩要让市民有感 但这时候也传出了他的小内阁异动 运动发展局局长陈绍彤 以生涯规划提出辞呈 由于过去他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 所以下一步也会重返教育界 至于局长一职 将由中华民国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许文宗接任 而这么一来 陈绍彤将会是韩国瑜任内第六个请辞的局长 民进党市议员陈志忠表示 希望不要变成跳船潮 对此高雄市新闻局长郑兆新回应 这是属于正常调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全新拼市政 但这个时间点小内阁传出异动 今年初运动发展局局长陈绍彤 与同仁合拍新追影片 镜头前难得可爱 随后爆发武汉肺炎疫情 陈绍彤边关注是否影响既定赛事 也持续会堪场地秀善进度 去年3月18号到任 但就职未满周年先传出请辞消息 自己的生涯规划 那么规见回到学术界 回到教育界 我们当然是给予祝福 他也说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仍然会回来 继续来关心我们高雄的市政 师傅证实陈绍彤因为生涯规划 将重返校园 但并非断了线的风筝 而是换个刑事当市政好朋友 细数韩国瑜上任之后 前后任的新闻局长王浅秋 丁乐群 观光局长潘恒旭 社会局长叶寿山 环保局长袁中心 连同运发局长陈绍彤 将是第六位请辞的局长 好的人也撈不住 因为都是这些家臣闺蜜 才能得到重用 我们希望是说 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 变成跳船吵 觉得自中议员他不是批评 他是关心跟监督市政 我们都很感谢 我们新来的局长 他的政治性也都非常的中地客观 外界错愕 陈绍彤闪电请辞 但市府说早有规划 只是这个时候公布消息 也秀出新接任局长许文宗的资历 同样拥有学界 体育界相关背景资历丰富 顺势回应民进党议员的担忧 局长轮替不是跳船潮 只是正常调整 记者肖志源 庄纪委高雄报道 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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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兹